今天要比较的是三星Galaxy S3和iPhone 4S 基本上硬件的分别 三星Galaxy S3采用四核心处理器 而iPhone 4S是采用双核心处理器 相机的像素两部都是800万像 前置镜头 iPhone 4S是用30万像的前置镜 而三星Galaxy S3是用190万像的前置镜头 三星Galaxy S3采用4.8转特大屏幕 解像1280x720 而iPhone 4S采用3.5转屏幕 在阅读文件或浏览网页的时候 三星Galaxy S3可以看到更多内容 有效减低翻动页面的次数 我们现在用同一个网页来做个比较 三星Galaxy S3可以看到的内容 而iPhone 4S是需要再翻动屏幕 才可以看到 甚至在玩游戏的时候 三星Galaxy S3可以看到的屏幕范围 亦是较为较阔的 声控功能方面 iPhone 4S有Siri 而三星Galaxy S3也有S Voice 至于拍摄照片方面 iPhone 4S的选项是较为简单 而三星Galaxy S3有更多不同的对焦模式 又或者场景模式 可以让你选择 再拍摄 三星Galaxy S3 独有的Pod-Up Play功能 当你在播放影片的时候 影片可以同时在场面播放 方便你一边浏览网页 一边看片或者做其他工作 另外三星Galaxy S3 也有智能幽灭 当你不看着屏幕的时候 屏幕会自动关闭 自占很多的电量 上网速度方面 我们现在试试再一个比较 由于采用四核心处理器 三星Galaxy S3 下载网页的速度 明显的iPhone 4S为快 再见 谢谢观看